結果你今天這幾個人就跳出來講說 我們就是要這樣 那我講真的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你們瘋狂的挺韓 然後幫他說話 你們今天這些人敢出來批評說 韓國瑜在當總統參選人的 這個時間裡面 他並沒有善盡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應該盡得責任 你們不敢講嗎 你今天要講改革 你知道改革是這樣嗎 我們不是國民黨的 我們當然看你們是有沒有 有沒有公平的在評論任何一件事情 你們國民黨要改革 改革的好事好棒棒 台灣也沒有人認為希望民進黨一黨獨大 還是應該要監督機制 可是當你這一批人 你光看到一個 有我不要講說什麼 有些名字大家不知道 我剛剛舉一個好了 你今天這些人就是沒有領頭羊 什麼叫沒有領頭羊 國民黨是一個大佬的文化 他不是一個老大的文化 如果這些人今天要從此 把這個大佬文化改掉 我完全支持跟贊成 但問題是你們這些 哪一個能夠扛到國民黨的loading 這就是最現實的 就是為什麼這些所謂的 國民黨被誓罪 不管趙婷剛剛講說 那個那個朱立倫算什麼代 但是你們今天把朱立倫 這一輩的全部通通都把他秉除在外 所以你們要整個扛國民黨 如果要你們就發出這種聲明 說國民黨的未來靠你們 不管是責任還是榮譽 還是大家共進退 你說青壯代可以接班嗎 這些青壯派連署的人是羅志強領銜 下面這些人 下面這些人有人有好多人 有些人是選舉選敗的 這些人 這些人有嗎 大概都是以憲職立委 對不起議員 憲職議員多了 而且都議員連立委都沒有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 你現在要接一個四代的革命 是不被提名的 戴錫青這些都是都是挺寒的 是啊挺寒立場非常明確的人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 今天我不去論他背後的什麼 因為當然有人講說 有人是什麼背後的老闆是誰是誰 我覺得也都也OK啦 但問題就回來了 他們這些背後的老闆 現在要不要出來扛 國民黨這次敗選 我講一個好了 選舉很花錢 什麼叫選舉很花錢 你現在你現在當初是選舉 你很多東西要有人幫你忽然 有人會幫你贊助 但有的你要去贊助 你現在選輸 你這麼老頓要害怕嗎 你現在這些人喊很容易 你知道嗎 因為罵很容易嘛 反正你們也不敢檢討韓國瑜 你也不敢講說 因為有些人其實在這段時間 就拼命的幫韓國瑜擦脂抹粉 韓國瑜就算講錯話 說錯事 他也講說是外面在抹黑他嘛 那你現在把這個責任 通通都推好 你下架無私懷 我講最現實的事情 你們是要下架無私懷 你們敢跟黃復興開幹嗎 不敢吧 你們這裡面有幾個選舉 有幾個選舉的是抱著黃復興大腿的 這些人選市議員的時候需要黃復興吧 應該有人吧 有沒有去找過黃復興 有沒有去參加人家的參會 有沒有去跟人家講 至少我隨便一看 黃新怡 你不需要黃復興嗎 黃靖平也需要 黃靖平不需要嗎 梗威不需要嗎 王洪輝不需要嗎 陳明義也需要 還有誰你說 陳明義啊 陳明義更需要啊 這些都是選立委選不上的 這些人這樣子就代表他們是什麼 輕壯輕心派嗎 吳四懷講得很白嘛 我代表的是軍系 若辭職國家就沒有軍系立委 黨要我去哪我就去哪 若黨希望我辭職我就辭 我今天突然要支持吳四懷了吳四懷不要下比較好 所以我就講這就是一個最現實的問題 就是說我覺得國民黨這些為什麼很多人會覺得說你這個加一出來你今天不管你怎麼樣啊 可是你你沒有戳到問題的根本 對三什麼叫做三三支人事件根本就問題的根本在這裡啦 蕭敬妍講的還對 下架九二共識 因為九二共識已經變成了這個假象 然後呢一中各表變一個中國變一國兩制 他們不肯承認真正應該對幹他們的這個國民黨的這個改革的對幹就是中國共產黨啊兩樣關係啊不是嗎 是啊所以我就講就是說現在要改革 其實很多人覺得國民黨應該要改革 但絕對不是這一種改革法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每一次只要國民黨敗選都有一堆人跳出來 都有一堆人跳出來講說國民黨要改革 可是到最後通通都無疾而終 我覺得這一些人當然他對國民黨有些熱情 我覺得是贊成的 其實大家也都覺得說國民黨在這一段時間 真的是沒有沒有沒有回應到人民的需求 可是我就講 如果這一批現在呼應要改革的人 在這一次總統大學裡面 其實跟著韓國瑜的那種戰法 跟著韓國瑜的那種說法 然後在那邊推波助來 然後告訴他們的粉說 哇韓國瑜好棒喔什麼什麼 你現在有什麼資格出來跟人家講說 我告訴你 其實我們真的是要改革 他講的人運講的才是關鍵之所在 而且跟著一起騙人 有那些這個媒體人說會贏一百二十萬票 還有人說看收視率就會贏 還有人在還有人在開票的時候說韓粉不要擔心 因為韓國瑜的粉起得很早 那個票都在票櫃的最下面 慢慢開位開出來 你那張截圖已經變成本世紀最大笑話 說韓國瑜 說韓國瑜 說韓國瑜